这里是404档案馆 404档案馆是中国数字时代CDT的一档音频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对博主编程水响目前处境的推测 编程水响是一位人称翻墙教父 墙内技术反共第一奇人的博主 在中文互联网上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我们曾在第九期播客知名反共技术博主编程水响诗中介绍过他 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三个相关话题 一是为什么要关注编程水响的下落 二是对他目前处境的三种推测 三是他的支持者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2021年5月9日 编程水响发表了最后一篇博文后失联疑丝被捕 这在海内外中文舆论圈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迄今为止在他最后一篇博文下面已经有近3000条留言 推测他的下落向他送上祝福 希望他能平安 网民为co-memory的网友根据各种传言 并在多位编程水响读者的协助下 详细分析了他目前可能的处境 今天的播客内容全部来自这篇文章 作者认为 目前唯一基本能确定的事实就是 编程水响出事了 博客不会再更新了 而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于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被捕了还是发生了意外 在事实浮出水面之前 分析和推测编程水响的下落 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在道义上 为众人报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如果编程水响被捕 那么大家希望尽量能够提供帮助 从技术层面来说 大家比较关心他究竟是不是被捕了 是不是因为中共在监控技术上取得了进步 导致他长期以来推广的强匿名方案失效 他是否被捕以及被捕的原因 关系到许多采用类似技术路线的 反共活动家的安危 对编程水响目前的处境有三种推测 一是他被中共抓捕 二是因疾病或意外身亡 三是因安全受威胁而主动选择暂时或永久静默 被捕这个推测最大的疑点是 编程水响的博客和他的太子党关系网络项目 目前并没有被关闭 而如果他被捕 凭借中共的专业拷问技能 就算是职业特工的嘴巴也没有撬不开的 当局肯定能拿到他的博客密码关闭博客 要知道编程水响的博客 及其揭露高层权贵家族利益关系网的 太子党关系网络项目对中共的伤害极大 从理论上说如果被捕为真 不可能不关闭这些项目 最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推测 他因病死亡或失去行动能力 这种推测的根据主要是 编程水响博客评论区的一些分析 或所谓知情人的爆料 有人爆料说 编程水响今年5月查出癌症晚期 而作者分析了编程水响开博13年 博文的数量和原创程度 发现他最近半年的博文数量 尤其是其原创度显著下降 这个事实与他健康状况恶化的假设 是相吻合的 另一条所谓知情人爆料 是评论区267楼的匿名网友刘言 该留言称 博主5月11日已经在北京某第三医院离世 真名李某1967年出生 刘言还提供信息说 博主曾经是中央警卫局信息技术员 2011年因慢性病就已经退休 最近查处脑部肿瘤 但不愿动手术 直到5月初昏迷 被送医院 最终没能下手术台 他作为退休干部死后 才被定性为间谍泄露国家机密 6月2日和3日家中被搜查 生前所有电脑服务器等设备被带走 另外全部亲戚朋友也都被带走问话 很多部门正联合调查 作者Call Memory分析道 这条留言包含了大量细节 包括编程谁想的身份 姓名 年龄 生病原因 送医的医院 死亡日期 抄家日期等细节 还有其亲朋好友目前的遭遇 多个部门联合办案的细节 这些细节的自洽程度很高 同时又与大家目前的共识相差很大 因此很不像是随便杜撰的 这一退休干部病逝说 契合了编程随想最后半年 博文的数量和原创度显著下降的事实 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和搜集资料 另外 编程随想曾透露自己是信息安全行业从业者 而根据公开的行业报告 中国在该行业从业十年以上的信息人员 大约只有1到3万人 在通过排查5月9日以来死亡的人口背景 当局很容易确定谁是编程随想 因而的确有可能是在其死后 才确认他的身份并抄家搜查 第三种推测是 编程随想通过内线或技术渠道获知 其受到某些重大安全漏洞威胁 进而主动选择暂时甚至永久静默 保全自身 2017年5月29日 编程随想在其发表的博文 庆贺本博荣获更高级别朝廷认证 谈谈近期的账号入侵 刷屏 钓鱼中 提到过这种可能性 目前也有不少朋友倾向于相信这种可能 不过 这更多是体现了网友对好人有好报的一种期待 带有安慰性质 缺乏事实支撑 当然 在发生能明确证明 编程随想被捕的事件之前 例如博客或者太子党关系网络项目被清理 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排除这种假说 在逐个分析编程随想可能处境的几种推测以后 作者Cole Memory对他的所谓做出了高度评价 称他的故事就是V字仇杀队的中国现实版 作者还依据自认为最可信的推测评论说 编程随想在已知自己身患慢性病 生命不多的岁月里 抓住每一分钟坚持十几年 启蒙了上百万人 也揭露了极权政府 不过是纸老虎的事实 编程随想可以说是数字时代的坦克人 编程随想每一步都不出差错 耍得地球上最强大的高科技极权政府的鹰犬们团团转 留给中共一堆可能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和一个永远无法报复的天大的嘲讽 而这一切都是在上百万中文读者的共同见证之下真实发生的 是数百万人增藏在内心深处的共同记忆 作为他的支持者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例如 一 抵制恐慌传播他的博客 二 将他的故事拍成电影 三 将他的博客翻译成多国语言介绍给自由世界 四 把读者社区发展为网络拓扑结构 填充编程随想未完成的坑 编程随想一直通过受人以余的方式 期望培养出千千万万个编程随想 他曾经对读者提出期望 不要成为他的粉丝 而是把读者社区的结构 从以他的博客为中心的新型拓扑 演变为网状拓扑 即建立联盟式博客群 避免编程随想博客这个中心节点被关闭或轰炸 造成的读者社区失联 编程随想的博文 基本都是未完待续的状态 另外有一些几年前写的技术类的系列博文 也需要更新 读者们可以继续填坑 即使做不到编程随想那么好也没关系 往前推一点 需要再次声明的是 今天的博客内容全部来自作者 Cole Memory 整理撰写的文章 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推理及其他相关信息 可以前往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查看全文转载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我们邀请您参加敏感词开云研究项目 和404文章存档项目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at cdp.nedia